我们现在要来解析 什么叫做弯弯曲曲 曲则全 汪则止 为什么我们受委曲受冤枉 然后你能够用柔软心去面对 后面你所得到的结果 跟你用强势去对抗 它会有很大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一条河流 它这样弯弯曲曲的绕来绕去 它一方面是随着地势而弯曲 这就是流水 它不会在那里跟你硬碰硬的对抗 它会随着地势的弯曲而弯曲 但你看它这样的弯曲 对流水而言 有没有贬低它的价值 有没有 不但没有贬低它的价值 而且它能够利益众生利益 百姓的那个价值反而怎么样 更高 造福更多人 因为它有弯弯曲曲 所以它流经的那个面积范围 就越多越大 如果它是结弯曲直一条 从上上直直的下来 除了能够利益的众生比较少之外 还有很容易形成水灾 很容易形成水灾 因为那些巨大的水量 没办法宣泄 它会形成水灾 当它有这样弯弯曲曲 看起来是委屈 但是它能够成全 能够成全众生 利益更多人 对自己的生命 也不会有什么损耗 损害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河流河川 它会有弯弯曲曲 就是在展现那种柔 而柔中又能够利益很多众生 这是在马来西亚的上空拍到的 河流情况 一样它弯弯曲曲 然后利益更多的百姓 它的利用率又更高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曲则全 汪则直 一般人常常都是这样 认为说 我就是硬来硬去 直来直去 你不知道你的这种硬 这种直 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 而如果您能够学会柔 顺势而为 随着因缘情况而调整改变 我们来看 这个是中国四川省这边 有一个很有名的景区 叫做黄龙 黄色的黄 天龙的龙 黄龙这个景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景区 它的特殊奥妙之处 现在播放一些 让大家欣赏一下 黄龙之美 当我们进入黄龙的景区 看到 怎么这么奥妙 怎么这么美 它是彩色的世界 而那些地形 完全都是天然的 完全都是天然造化 大自然的艺术之美 如果你是人工的 那就没什么了 如果你不让它弯弯曲曲 你要把它 好你这样不行 我要把你都拉直线 拉得直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景区就 怎么样 就被破坏掉了 它的生命力 它的神韵 它的艺术之美 就被破坏掉了 破坏掉 它就不会成为世界遗产 这是被联合国公认的 这是属于世界的遗产 受到保护的 受到不只是国家的保护 国际联合国的保护 看到大自然的造化之美 它的真美 它的奥妙就在于 它大自然怎么样呢 它都会顺着地形 然后围起弯弯曲曲的 那些周边 所以它每一个地区 每一区 那些水都会维持怎么样 水平 地是有高低 但是每一区围起来的那些水 它都会维持水平 它能够维持这么样的一个 每一区都维持水平 它大自然就是顺势而为 该弯的弯 该凹曲的 它就是随着大自然的情况 而弯弯曲曲 结果形成这种人工造不出来的大自然的艺术之美 要知道大自然是伟大的艺术家 大自然是很有智慧的 大自然的那种创造力 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彩色的世界 充满了艺术 神韵生命力 当我在这里拍 我是陶醉 会沉测在大自然的奥妙 大自然的艺术之美里面 你看哦 都是呈现出 曲 委屈 曲折权 顺势而为 不要刻意去把它要结完取直 你刻意去造作 你把它做拉很多的直线 用水泥去灌起周边来 结果它的整个艺术神韵就被破坏掉了 让大家欣赏一下 黄龙的艺术之美 也顺便体会 道德经里面所体会的 什么叫做曲折权 汪折子 所以那一种子 你不要用那个硬邦邦的那一种 观念去理解 当然我们不要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 然后去低声下气 那一种我们是没有必要 但是人要学会柔软 我应用委屈 包括受冤枉都没关系 要我知道 这个是为了成就对方 成就更多众生 不是为我个人的名利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什么是挖折影 大家要从现实的 从真实的大自然情况里面 好好去体会 你看 为什么那些水会流到下面 会流到这里 因为 下面的地是比较低 它是一个凹 凹窝 一个低挖的地方 当一个人 你能够处下 虚心学习 好好体会 它这个挖折影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你能够虚怀若骨 你能够虚心学习 而不是自傲自满 当你能够虚心学习 各方面的能量 能量 资源 智慧 知识 就会流进我们的世界 好好体会 这个不是说 我这样就位置比别人低 那这样我就输别人 不是这样 当你能够真正虚心学习 处下 没有傲慢之心 像这样的话 你看 你的人生 各方面 各方面的资源 能量 都会逐渐 汇流 进入你的世界里面 所以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呢 就会很富有 很充盈 你会觉得 生命是 很实实在在的 你的内心呢 会觉得很富有 当你真的能够虚心学习 你不要以为那是委屈 你不要以为 那个是受侮辱 不是这样 随时都保持一颗 虚心学习的心 你的人生就不断地成长 你的生命会不断地成长 你会感觉到 真的 我们生命 是很充实的 不是空虚的 为什么会有空虚的感觉 因为你没有虚心学习 各方面的 要给我们的能量资源 智慧 没办法流进来 所以你的心就会空虚 空虚 就会一直要向外 要去抓 抓什么 或是要呈现 自己很行 很厉害 当然一个人 一直想要 越想要自我表现 自己很行 很厉害 这表示他的内心是空虚的 好好体会这一点 当一个越有内涵的人 生命 心灵越富有的人 他越不会要展现他的强势 他会是虚怀若骨 不断地虚心学习 在他的生命格局里面 就会有越多的资源 往他的生命里面来汇合 所以他就会像一个大水库 他可以凝聚很多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 他可以用来利益更多的众生 他会有更多的内涵 有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成果出来 而这些刚好一方面可以美化生态 美化环境 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分享 奉献付出 好好体会 你越不要去跟别人争 你越虚心学习 你生命就会越富有 有内涵 你自然有能量 有智慧 有能力 来做 分享 回馈 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 你会过得很安心 很踏实 而且你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的 所以希望大家 从大自然的现象里面 好好去体会 我们为人主事 应该怎么做 要好好去观察 有些你一下子不容易体会 你可以把它拍向 拍摄 拍相片下来 然后好好去体会 为什么我们上课要 播放一些幻灯片给大家看 就是让大家可以 好好地去体悟体会 从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里面 去开启人生的大智慧 大格局 所以大家好好体会 什么叫做挖着眼